来自多个国家的消防队开始抵达以色列,帮助扑灭在北部海港城市海法附近的森林大火。 大火已经导致多人伤亡,数以千计的人需要撤离家园。 官员说,星期五早上有大约100名保加利亚消防员到达,约旦和希腊也都有救援人员到达。 英国、塞浦路斯、埃及、西班牙和土耳其的消防队员和器材也都正在前往以色列灭火的路上。 一名警方发言人告诉记者,在以色列加利利的卡梅尔森林大火中发现一具尸体,令火灾死亡人数上升到41人。 总理内塔尼亚湖星期五将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灾情。